你做了一个表单之后的话 那理论上就不应该让人家直接在这边输入 那也就是说呢 最好他这边通通都保护起来了 也就是他这边就不能做这个动作 他要改的话 他要增加都不行 他只能看 就是唯独模式了 OK那这样的好处就是以后 这个资料就保证是不会有外力介入 或者是说有人想要用一些其他方法 去修改里面的资料 所以确保他的正确性 有点像资料库吧 所以有些系统为什么封闭 很稳定 再怎么用都用不坏 因为他封闭嘛 你根本 你要光要去进到系统都要一个账号密码了 OK那后面的话 谁有权限谁没权限 每个地方都控管得非常严格 那个系统越封闭越稳定 OK所以理论上呢 这边我们应该也要把它封闭 所以其实理论上这边应该也不能让他 如果你有表单 那你就应该用表单去输入 所以应该就是从教育里面有个保护工作表 那理论上应该你就要做保护工作表 把它密码加上去 没有密码加上去 假设我这边已经加了密码了 那当然他要改一定是改不了 他要更改 这个地方没办法更改 OK那怎么办呢 当然你就只能透过表单了 所以以后你可能要写几个表单 要不就是什么 像这个是新增 可能还有修改 还有删除 还有查询 有没有 就是几个不同类型的表单 然后可能会增加不同的按钮 按下去才能做 而且有 还可能要增加一些权限 要知道账号密码的人 才能做那些事情 如果你只是 最基本的可能就新增功能 其他你要修改删除 可能没有权限 除非是你自己 那也不用写那么复杂 如果你要有那个权限的人 就是知道这个保护密码的人 可是问题来了 特别是说如果你加了这个 这个教育里面的保护你加了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从表单输入的话 可以输入吗 这个是个问题 这个保护了 那是不是保护了Excel 可是VBA能不能跳过那个保护呢 其实我跟各位讲 试着就知道了 理论这个地方 当然 因为他只是把资料放过 保护了 所以放不过来 他会产生错 所以我们来一次 IJ 比如说我这边再输入一个 假设我这个人 他输入了资料 理论上Enter应该会过 可是问题如果 因为现在是保护状态 所以你现在按Enter 他会怎么样 执行阶段错误 1004 底下跟你讲错误讯息在这里 你要变更的 已经被保护了 无法变更 那麻烦了 也就是说 连VBA也没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未来你都保护了 那我这边主要是跟各位讲 那如果你VBA 怎么样 可以跳过那个保护 而去变更 也就是只有程式可以变更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能需要多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当什么呢 当他要变更之前怎么样 就是先把什么 保护的嘛 先取消掉 然后呢 当我已经把资料写过来之后 再把保护再加回来 OK 所以你需要做两件事情 当输入资料前 取消保护 当他已经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再把保护加回来 就OK了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 这边注意 这边 其实你说很难吗 倒也不难 如果你VBA要配合什么 取消工作表的话 这边按结束好了 OK 那一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必须在 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然后呢 针对什么 针对新增的时候 没有 所以你这边程式在这 点两下 这边注意 就是当 他按下那个新增的时候呢 先把保护取消掉 那怎么样可以把那个教育里面的保护取消掉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 只要加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而且非常好记 那一行程式就是针对我们目前的工作表 目前工作表 他有个固定的形式法叫active active 就是目前活动的 工作表的话就是shed shed 目前的这个工作表 OK 然后做什么呢 做 所以特别注意 因为我要底下输入 所以我要先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就是我要什么 把那个 这个教育里面的工作表 保护取消 取消的话特别注意 其实就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叫unprotector 所以你就打un 其实蛮好记的啊 就是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工作表的保护取消 取消的话叫unprotector 取消嘛 因为这个当然是美国人设计 所以他一定要打英文 OK 然后面的话呢 你就刮胡一下 跟他讲说 我的密码是多少 因为我刚刚密码是1234 OK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们用的密码不是1234 你就自己输入正确的密码 OK 好 所以特别注意哦 只要加这一行就好了 诶 那这个时候的话 不过要特别注意哦 你加上它 取消unprotector 所以哦 等一下它会什么 它会先把教育里面的这个取消掉 但问题来 等到你最后怎么样 已经做完了这些动作之后 记得还要再做一件事 把那个保护再加回去 保护怎么加回去 很简单 记得在and sub的上面 就是说一个头一个尾 把它贴上 就把unprotector 的这个程式贴过 但最后要加保护的话很简单 就把什么呢 很简单吗 这基本单字嘛 unprotector un-un怎么样 拿掉就好了 就是什么 protector 1234 这样子就OK了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用VBA呢 进行就是 取动态的取消保护 跟动态的再把保护加回去了 诶 这样的话 其实就真的一劳容易了 为什么 因为理论上 真的 有没有 我把它序一下好了 OK 所以这边我等下加个中段点 就是让它停下来 停在这里下 这样看效果会比较清楚 OK 好那我们再一下 执行启动 好那这边 先打一个追追追追好 OK Enter 输入一些东西 输入完之后呢 一样按Enter 对不对 刚刚会卡住嘛 错误 现在会不会呢 我先按Enter 那因为我这边有设个中段点 所以程式会停在这里 主要是让各位看那个效果 教育有先切 把它下 它现在没办法切过 那 看一下应该 嗯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让它跑一下 那目前因为是保护状态 所以呢 Unprotect 按F-bar 好 这个时候的话 看一下 这边还是切不过 因为这个表单的关系 OK 所以目前的话呢 它的这个表单保护已经取消了 那后面能不能做呢 我们来试一下 按F-bar 组航跑一下 这个里面有没有错 没有没有 这边都跳过跳过 这个有点像那个闸门一样 好 这边应该OK 然后往下 把资料放进来 放进来 所以这边应该都没问题 我要直接执行好了 好执行 再来的话呢 你会发现哦 教育里面 刚刚最后一行 就是再把保护加上 所以现在有没有保护呢 教育 你会发现 目前还是保护状态 所以其实只要透过两行程式 记得哦 家的位置哦 新增 有没有 头的地方 就在这里 加上Unprotect 一二三 就是我 你的那个密码 不现在一二三四 然后呢 最后的话 记得在最尾巴的那个地方 再加上所谓的那个 保护哦 OK 那这样子的话 以后啊 几乎就 不会被 随意篡改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也是没办法变更 因为它保护又加回来了 除非说呢 你是知道密码的人了 否则的话 你应该没办法直接从 这个其他的地方去做输入 资料我想 也就是你只能透过什么 表单了 OK 没有别的途径了 但是最后可能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因为 如果 假如是 学过VBA的人 那他应该知道 像我 知道吗 所以我可以 看到程式 有没有 Unprotects 一二三四 哦 那我就知道什么 你原来你的密码就是一二三四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从这边按 输入一二三四 你又被保护就也是失败了 所以 最后可能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你这边程式 也就是你程式不要 随意让人家看得到 也就是以后 这些东西呢 都不能被看到 有没有 我们现在专案打开 当然你打开 这个Usephone 点两下 程式就看到 可是如果你今天呢 不要让人家看到的话 那你还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的VBA 有没有 保护起来 OK 这一点也蛮重要了 那怎么样呢 可以保护你的VBA 很简单 一 请你在最上面这个地方 VBA Project 按右键 他这边有一个叫VBA Project 的属性 属性按下去之后的话 接下来 他这边就有一个保护了 那保护的话呢 接下来把这个打勾 把它 记得这个打勾 然后呢 密码的话加一下 好 确定 那这个时候当然 你现在还在开启状态 他当然 还可以看到里面的程式 现在是OK 可是哦 你要什么时候 就是密码才会生效 特别之后 请你先把那个Excel关闭 然后按一个储存式 下一次开启的时候 储存的话 他已经密码 已经加上去了 那我下一次呢 如果再开启他的说 OK 啊这边一样 要把它启用内容 然后 这个时候呢 我切到 开发人员里面的VBA的时候呢 那就会发生呢 跟刚刚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 有没有发现打开来哦 刚刚是整个已经展开了 可是现在因为加了密码 所以我把它按加号 它会跳什么 密码 OK 那如果那你不知道密码的人 你随便输入密码不正确 所以也什么都看不到 也没办法变更 OK 那除非是你自己知道密码 才可以打开 好 那记得哦 从哪边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VBA Project属性 这个要打勾 密码加上去 存档重新进来才可以看得到 你其他东西呢 才可以再去做修改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再把重点 回顾一下 一 在表单新增上面加上 Active 就是目前工作表 保护起来 加密码 OK 然后后面的话呢 最后一行加Protect 再把它保护加上去 那 记得最后呢 再把那个 这个VBA属性 再加上密码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 那主要 如果你把那个 工作表也做保护了 然后你的VBA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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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也保护了 那这样基本上 就一劳永逸了 OK 而且 其实说真的这个 可以把它做出来 真的是可用的东西 而不是说只是个玩具 这真的可以做 还蛮好用的 就是说如果 很多单位 他只要 是希望可以大量做一些资料的见入的话 然后又希望一劳永逸 不要让人家随便篡改的话 其实这个是可以这样做的 绝对是不会有问题的 只是说可能要注意一下那个 保护工作表 然后 然后 加上那个Active 续持的 unprotect 最后再unprotect 一下 这边 请各位试一下